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 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十九点强强棍 哦 烧哦 嗯 好吃 十九点十三分三十一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强棍 我是香哥 热小强 今天节目开始了 开场当然要嗨一点的来听草猛三位哥哥的爱不怕 想一想多少人曾被你拒绝 多少人曾为你的冷漠心流泪 多少人曾为你的冷漠心碎 爱不怕 怕不爱不怕爱不怕爱不怕落 怕不错过 不怕只打开 打开心勇敢去爱爱爱爱 永远爱不怕 好 怕不爱不怕落 小猛三位哥哥的爱不怕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 甚至大朋友 一听到打针就怕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今年的流感疫苗 从这个月一号就开始施打了 而且公费的对象扩大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怕 去打 打一下 这说到疫苗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疑问 因为常常要听到什么 三价疫苗 七价疫苗 十三价疫苗 这个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价格吗 越多价就越贵呢 是不是 其实这个价指的不是钱 它是来自于英文的价 violence 这个字 这个是免疫学的一个用词 代表的是这个疫苗 对多少种抗原有效 换句话说 七价的疫苗就是对七种不同的菌种有效 十三价就是对十三种的菌种有效 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呢 每年的流感疫苗都会选择当时最流行的几种的病毒类型 加入疫苗当中 可是呢每年流行的病毒可能会因为突变 或者流行的并不是原来官方选择的那几种 就即使打了疫苗的人还是可能会被感染 所以啊 不要以为你打了疫苗 百度勿青就完全不注意自己健康 然后呢 这个睡眠啊免疫力也不行 然后又到处走来走去 人家打喷嚏你也不管 这都不行 还是要注意你的环境 你自己本身的免疫能力 咯 不想忍心能默明你心碎 不要让人也有这种感觉 爱不怕怕不爱不怕爱不怕若 怕不多多不怕心打开 打开心勇敢去爱爱爱 永远爱不永远爱不怕 呼叫 呼叫 抢家棍 达人联盟 从天上 从水里 用跑的 用飞的 立刻结合 这就是来自于美国的I.E.O. Speedwagon 快速马车合唱团的歌曲 听起来真的是蛮轻柔的 很有意思 这种大家听了就很轻松 但你知道吗 当年是台湾泡面广告 拿来做主题曲 很难想象 还唱个英文歌 西 白骨鸡很好吃 我打开玩笑 今天咱们抢能够达人联盟 要谈美食 不是谈泡面 要谈牛肉面 我们欢迎美食大人胡天兰老师 嗨 志强好 听众们大家好 天兰老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刚才我听到一个很厉害的消息 您安排了一个活动 您一起参与了 推动了一个活动 我当评审长 评审长 那凭什么美食呢 凭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台北市 20年以上的老味道餐厅 20年以上的老味道 那都是20年 还有别的年 有30年40年到50年 有50年以上的 这也许下一次也来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美食了 你吃进去的是一种时光 吃进去的有回忆和历史啊 是 哇 这厉害了 这可能很多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都有 共同的美食记忆 讲到美食记忆 今天讨论这个牛肉面 可是很多人的重要的美食记忆 对不对 哎呀 这个 比如说 考试考得好 特别爸爸妈妈带你去吃碗面 或者是牛肉面 或者是长辈来 爷爷 外公 奶奶 来说 哎我们就吃碗牛肉面 再不然就同学 大学同学说 哪一家特别好吃 大家就一起 骑机车跑去吃碗牛肉面 酸菜加到满 对不对 泡菜要到满 对不对 然后切点卤味 然后大家稀里呼噜吃的 可是 又想加汤 又想加面 就是反正不可能加肉就对了 哈哈哈哈 这个牛肉面 到了后来台北市有 开始办这个牛肉面节比赛 是 不得了了 哇 台湾处处各地都有什么冠军 什么清炖的冠军 什么 红烧的 红烧的冠军 还有什么创意 创意的冠军 哎 请你 我不知道哪一家了 我有一阵子吃了一家 说实在的 我觉得好像 虽然价钱不便宜啊 但是实在吃起来好像 也没有特别 这个好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 请天亮老师来跟大家来 谈一谈 怎么样才叫做好的牛肉面 那为什么有很多好的 有名气的牛肉面 慢慢好像也 也也没那么特别 那到哪里 我们就可以发掘一些新的 不一定是老人家 有没有新的牛肉面 有 一定有嘛 对不对 代代都有才人出嘛 厉害高手 好吧 欢迎给我打电话进来 谈谈牛肉面 你吃过最好吃的牛肉面 在哪里 高手在民间 吃客在民间 搞不好在收音机旁边的你 就吃过一个 这个传奇的牛肉面 而我们并不知道的 8369 3398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嘿嘿嘿嘿 本来想说一打电话 马上就有人爆进来 就是 哈哈哈哈 好的 来来来来 我先讲一下牛肉面 怎么叫做好的牛肉面 今天老师先讲一下 你是 现在说的是吃牛肉面 牛肉面 不是牛肉汤面 也有牛肉汤面 因为你发现没有 学生时代的时候 吃不起牛肉面 就吃牛肉汤面 对对对对 可是你要知道 一碗好的牛肉面 那个牛肉跟牛肉汤 其实要分开炖的 哦 牛肉汤不是就用牛肉那个 牛肉汤啊 对 它那个牛肉汤 其实多半都是用牛骨去熬的 哦 对那如果更讲究一点呢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一家牛肉面 哦 这个价钱贵上商 那一家为什么 价钱可以用四分之一就可以吃到了 因为它那个炖汤的那个牛肉汤里面 除了那个牛骨还有牛肉 哦 那牛肉贵呀 哦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你要想 为什么有人他可以买这个车子 可以买到那个两百万三百万的 那有的人他几十万就可以买到 千万不要老是嫌人家贵嫌人家便宜 你意思就是说 一分钱一分货 是如果说你一年突然就像自想 刚刚讲的小朋友考到全校第一名 奖励他就吃一个最好的牛肉面 对不对 那平常只是一般人打牙剑 打牙剑的话就吃一个国民版的牛肉面 那我们真正要吃好的话 要吃好的话 我告诉你啊 第一是一顶一顿口水 你要先拿瓢羹 哇那个汤 哦 先喝一口汤 哦喝汤 看它里面有没有牛肉的精华 也就是喝那个汤有没有牛肉味 嗯 其实我们通常通常现在很多人说 哎我走到牛肉面店门口 就闻到牛肉飘香出来啊 可是那个飘香感觉可能是个错觉 一定要在你那碗面 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热滚滚的那个汤啊 然后你瓢羹一挖起来 让那个汤在那个经过你的这个味蕾舌尖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能印证 它用的牛肉好不好 用的牛肉多不多 你就说实在 我觉得我有吃过那个牛肉面那个汤啊 喝起来其实就像酱油水 是 其实你没有感觉到有牛肉在里面 有酱油还不错 最怕用的全部就是甜面酱 那才可怕 我也搞笑 它就是 就咸咸的 那么水也清清的 是 你也感觉不出来有什么牛肉 牛骨 什么牛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水水的 就是那个其实基本已经不用煮牛肉了 它用那个牛肉精就可以煮成了 哎呦 台北很多 台湾很多这样的牛肉 牛肉精啊 对 就是就是精粉 就有一点像香菇精啊 就套一套水这样的 对对对 就就变成一锅汤这样的 对很多这样的店 哇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跟天然老师聊哈 不是只是要吃了什么很怎么样奢侈啊 而是你应该吃出品味 我们愣了一天 孩子们在成长 对不对 然后大家吃民与食为天 结果你专门吃一些垃圾 吃一些人家假的东西 往你肚子里倒 这不是有点自己折磨自己吗 是 不一定要很贵 但你至少吃个像样的东西 是 人大家这么努力了 应该要活出一种品味 有一种品质 对不对 这孩子们同学 还有我们每个人 觉得活着才 对不对 有一个一个一个品格在那边 真的 每天就是很没品的过 这也很可惜 所以我们也希望 从天然老师的这边的提提提提醒 让我们对我们生活中吃的东西啊 我们用的啊 我们吃 尤其吃的东西 你自己不是要多讲究 至少你把它当做个事 对不对 这不是为了吃口饭 结果你把这口饭当不当回事 多可惜呢 你喝完一口汤之后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吃面条 哎 因为你一般人会想 牛肉面 牛肉面 大家都冲着那个牛肉去 可能第一块是先吃牛肉 错 你要先喝汤 然后吃它的面 哦 因为汤好 面条也煮的恰到好处 这碗牛肉面就不会太差了 最后你再去吃那个牛肉 哦 对 好等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牛肉啊 或者牛肉汤面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学问 来欢迎给我打电话 8369398 我们接Avy妈妈 Avy妈妈你好 哦 断线了 好的 啊 我们再跟他联系一下 来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牛肉汤面好了 我是中立人 嗯 那个中立的牛肉汤 他们以前有放一个一个碗 哦 那个橘色的那个牛油 嗯 就是你吃 我们学生啊 弄个牛肉面里 还勾它那个油在那个汤里面 这样可行吗 你知道自强 其实他们中立那个 卖最有名的那几家 他们跟我说 当初那个牛肉面 其实是针对一些外劳在做的 哈哈 结果我们吃得很开心 是 它不是难吃 但是可能 为了他们有时候通常做工 需要一些蛮多的体力 哦 又有蛋白质 然后你刚刚说有油啊 对油 油就会让你有饱足感嘛 哦 然后你吃的那里面 油比较多的话 就算里面肉少 那个面条 沾的那个油 感觉就吃饱了 感觉就很那个 哦 原来当年我们吃的那个就是为了吃饱 也是也是 好了我们要接AVY妈妈 AVY妈妈你好 喂你好 AVY妈妈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对 我是AMY AVY的妈妈 AVY啊 AVY妈妈 对 我叫AVY 你是AVY 我是AVY 然后AVY的妈妈 AVY的妈妈是AVY AVY妈妈来 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掌声欢迎 AVY妈妈 来跟我讲一下 你觉得最好吃的牛肉面在哪里 在开封街的刘山东 刘山东牛肉面 开封街刘山东 它有什么特别 它的肉很多 而且肉 它的肉质很好 汤头也很好 面条更棒 哦 它的面条有特别 它是 它是它自己做的 有点像拉面 哦 很酥很好吃 哦 你吃了多久了 我是 最近才吃的 是 对 网络上有名的 然后我自己去吃过以后 然后我吃过很多家很多家 发现它是第一名 哇 厉害了 哇 你个人 AVY妈妈特别跟我们介绍 开封街 刘山东牛肉面 谢谢你 一段 一段 好 谢谢你哦 好 拜拜 拜拜 你看看 大家都可以提供一些 紧接来接 宁宇轩 你好 你好 翔哥 宁宇轩虽然年纪小 但是她也是个美食专家 来宁宇轩 你觉得最好吃的牛肉面在哪里 在 公园路 在公园路 有个总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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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他牛肉面 然后平他牛肉面 哈哈哈哈 在旁边那个 讲话好像吃的很饱的那位 哈哈哈哈 公园路 你本来要说谁做的 你本来说 爸爸 你爸爸做的 哇 哇 总服员跟你爸爸做的可以拼就对了 你爸爸做的这么好吃啊 因为他有这样 我现在 比如可以讲给你 怎么样 你爸爸有什么神秘的身份吧 有那个病剧的厨师执照 哇 哇 所以那你在家里吃就好了 何必还到外面去吃呢 你爸爸的牛肉面有什么特别 说来听听看 嗯 要好实在 要好实在 对 这泡面也是讲这个 哈哈哈 你这个词 料好实在 泡面上面 鲜的也都是这个 对不对 你要讲出一个 你的牛肉特别在哪里啊 对不对 嗯 嫩 嫩 什么 嫩 嫩和鲜 哎 这不容易 嗯 牛肉有的时候牛肉面哈 虽然好吃 看那个牛肉有的时候弄的不好 会柴柴的 但他选的肉不好就会柴柴的 哦 选的部位对不对 嗯 那爸爸 你爸爸告诉我 如果选牛肉的话要做牛肉面 你会选什么部位来做牛肉面 牛腱 哦 直接牛腱啊 嗯哼 可是 有些人不见得要吃牛腱 他想吃肉的部分啊 牛腩 牛腩 啊 牛腩 跟牛腱 哇 厉害了 你学宁爸爸 原来也是牛肉面高手 哦 没有做牛腩 否计 帮你 比较厉害 这些人快乐 好 马上 一切 咱俩 就要 操见 我 有些人 怎么不见 强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听听全世界 台湾平均每人滑手机的时间 高达205分钟 近年来黄斑部病变患者 年轻化的趋势 爸爸妈妈更是担心孩子 使用3C的这些状况 不过一项护眼大调查 发现超过九成的爸妈 会限制孩子们使用手机 或平板电脑 但是却有六成以上的家长 每天使用智慧型的装置 超过五小时 显然爸妈教孩子 是有双重标准的 而眼科的医师 呼吁大家应该 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 每30分钟 休息5分钟 适时的翻白眼 透过转动眼球 扎眼 眺望远方等简单的动作 让眼睛休息一下 并定期做视力检查 接下来是一个 跟NBA超级球星 姆斯格格有关的新闻了 姆斯格格出生在 克里夫兰 阿克隆市 2014年夏天 他决定回家 重返克里夫兰 骑士队 效力 同时呢 姆斯格格也致力于 帮助阿克隆的孩子 高中毕业 进入大学 接受完整教育 现在姆斯格格更进一步地推动 我承诺学院 他要帮助更多孩子 完成大学的学业 姆斯格格就说了 我们最终的目的 不是只有帮助孩子们 进入大学 而是从大学毕业 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 尽一切努力 帮助这些孩子 从大学顺利毕业 完成教育 为他们做更多的事 他希望建立一套 有效的机制 帮助更多的孩子 完成学业 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仅为家乡 拿到渴望已久的冠军杯 姆斯格格 为家乡子弟 投入的心血 真是也得到了 克里夫兰 球迷 重新的尊敬 和感谢 你看看 这真是会 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使世界更美好 这书家 露着面团 扫着厕所 在这面关大工 汉堡王国的街巢 19点37分 05秒先听到的是 品控哥哥的 枫叶红面馆 讲一个老爹 经过战火的老伯伯 他一直在等待他的幸福 等待他的希望 今天我们不要讲这么悲伤 这么的浪漫 我们是讲 好吃的牛肉面 欢迎给我打电话 接下来 8369 3398 刚刚我们是讲到 原来先喝汤 再吃面 然后吃这个牛肉 讲到这个面 其实强哥有一点疑惑 就是说 一定要吃那个 那么粗的吗 你说的是拉面 或者是拉肠面 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 口感 咀嚼的习惯不一样 那你看 有的人喜欢吃 江振的那种软软烂烂的面 可能有人还喜欢 就喜欢吃 他不掉吃那么粗的面 但他还喜欢吃细面 可是细面里面 要有面芯 对对对 你虽然是细面 细面那细细的面 在那个舌头一刮过去 它是有面芯 那个也很好吃 你何必一定要吃 整坨整块 都是很粗很硬的 对对 其实刀削面 很多人不知道 刀削面切得粗跟切得细 其实是有道理的 其实对削面的师傅来讲 他切得粗他好切 其实越是老练的师傅 他切刀削面 尤其是炒刀削面 他喜欢切得薄 薄一点 然后不要那么硬 不要容易煮得碰 对对对 比较好吃 对对对 好 所以面本身的面体 也是有讲究的 来讲讲这个肉吧 这个肉这个 像刚才讲的有牛腩 牛筋 牛腱 这个不同的主腹 这个好像就不一样 我觉得要用牛腱的话 最好还是用花腱 你知道那个牛腱 如果说 因为牛腱那个小腿腱 它那个广多人叫金钱斩 它里面那个花很多 就是那个筋很多 你吃整块的牛筋 跟肉带筋的感觉是不同的 那他刚刚说他的肉好吃 那你同样是牛腱的话 它有筋有肉 可是那个小腿腱 它就是又嫩 然后又有筋的感觉 但其实牛腩不难吃 你看牛腩的那个纤维很长 尤其是肚子那一块牛腩 很多师傅就讲 我用的是 你用的是肚腩吗 我用的是肚腩 那肚腩那个油 那个油汁 看起来也是 光是那个牛肉上面 那个黄油 你都不会觉得很难吃 因为你会觉得 那个油非常漂亮 就是煮熟的时候 它浮在那个汤上 那个油 其实有点透明感 所以牛肉 只要你选的肉 质地好 不是那种老得要死的 那种牛肉 那个牛肉 牛筋 牛肚 牛腩 都不会 都不是问题 都好吃 哇 像这个 你牛肉 这个 在大台北地区 或者是全台湾 大台北地区吧 哪些 你觉得 像刚才有人推荐 两家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特别有 不同风味或什么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们住在眷村 我很喜欢吃 四川妈妈做的 那个眷村味 所以我希望 我吃的牛肉面店 一定要有四川泡菜 这种 这种四川 以前那个味道的 不容易在找到 对 然后你知道 你知道自强 你知道牛肉 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浓郁的东西 所以你要吃点 四川泡菜 不是韩国泡菜 要解一下 四川泡菜 你才可以解一下 它的油腻 对 所以为什么四川泡菜 炒肉丝 炒那个 粉条那么好吃 那我很喜欢 就是那个 信义路快到 东华南路口 前面有一个 那条巷子 我忘了 是不是大安路过去 有一家 那个川味面店 那个师傅很可爱 他以前在日本料理店待过 他高餐毕业的 但是因为他的 他的叔叔 是真正的四川人 所以呢 他每年都会去四川 买那个四川的花椒啊 所有那些 那些材料 所以他用那些四川 真正道地四川的料 来做的那个川味 牛肉面那个川味面碟 我很喜欢吃 然后我也很喜欢吃 他的粉蒸排骨啊 还有他的那些小菜啊 然后他 那个牛肉面店呢 很可爱很温馨 虽然主要去的 都是要吃牛肉面 可是万一有人 陪着公子读书 不想吃牛肉面的话 你还可以吃些什么 番茄丸子面 尤其我们的爸爸 如果去吃牛肉面 里面他带着弟弟妹妹去 弟弟喜欢吃牛肉 妹妹不喜欢吃牛肉的话 他就可以再吃点肉丸子面 我就觉得这个店 是给我感觉像 家庭面馆 我很喜欢这家牛肉面店 虽然我们台湾已经有很多很好 像大台北区 你看像永康 老张 这些都知名的牛肉面店 都知名 而实际啊 也都是不错的牛肉面 可是我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多给一些 年轻人 他还愿意来做这种 传统风味牛肉面 一些鼓励 所以我会很喜欢这家店 OK 这是在信尼路到东华 之前 之前 那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大安路 又转进去那个巷子 其实网络上是可以查得到的 好的 川味 面点 对 点是经典的点 另外 请彤彤 我们的知生听友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制度人讲 是老熊牛肉面 是在南海路上的 老熊牛肉面 好的 也是不错的 记得 我有去吃过 他的面体非常棒 对 因为他的面体 那个那一家面店 我知道 那个老板很可爱 他用的面粉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面 不需要放任何的什么 什么那个松弛剂 或者是什么 他的面条 用的那个面粉 那很良心的 没有餐一大堆东西 你真的直接 伸展就很棒 他的老熊牛肉用的面条 用得非常好 也距离我们很近啊 来 永志 永志打电话进来 永志你好 喂 永志你好 Hello 那你们要推荐 你们觉得最好吃的 牛肉面在哪里 连长牛肉面 什么东西啊 我只听到牛肉面 牛肉面 前面是什么 连连什么东西啊 台北市南港区的 那个连长牛肉面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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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牛肉面 老师也知道 我不知道 我听他发音 好像像连长 连长 是连长 连长 就是那个连长 连长牛肉面 这有什么好吃呢 就是因为他的牛鸡很Q 哦呦 哇 还讲得出牛鸡 肉很嫩 肉又很嫩 很嫩很嫩 很嫩很嫩 好的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嫩 而且他家面很想缺货 他们的面还常缺货 哇 你真是 太多人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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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男吃 我们就缺货 好的 谢谢永智 好 拜拜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美食 83693398 你也可以先用写的 让我们大家知道 最后我们再请老师再跟我们讲一看 刚刚讲的这个也是算年轻人吗 你刚刚讲这个 穿位面点 而且最有趣的 他是因为在 我是在市民大道发现他的 就我去吃 我吓一跳 怎么一个年轻人会做这么传统道地的四川 因为他说他是四川人 然后他的 他因为找到 就是因为两岸那个通了以后 他找到他的叔叔 就是回去 就是叔叔帮他带的 因为他们家乡正好是那个花椒很有名 所以他就没 一段时间他就回去 然后因为他是念高雄餐饮学校 他是本身念餐饮的 他是真的会做的 对 他本来没有想要做牛肉面 他是在很有名的日本料理店 是日本师傅在主长 所以他的那个美学还不错 就我看他的店设计得很棒 然后他的菜很干净 小菜也很好吃 他中午的时候真的客人很多 但是那一家店我觉得很好吃 很温馨 然后他的价格 我是觉得CP值够 然后那个肉的品质 还有他的辣椒酱 喜欢吃那个辣椒油 那个川味辣椒的话 志强你应该去试试看 天哪 讲的我真的现在就想过去了 好的 我们其实透过跟老师聊天 其实是希望我们也在我们生活中吃 也把它当做个事 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胃 珍惜自己的饮食 把自己当做一个值得珍惜的人 好的 洪艺诚要来挑战 洪艺诚你好 你好 洪艺诚又要来挑战了 对 上一次有点卡关对不对 对 气死了吗 嗯 还饿了不要了 这个是好玩而已嘛 嗯 那个 那个洪艺诚也要来推荐牛肉面 对 哪一家 呃 瑞芳的那个福哥牛肉面 到瑞芳了 怎么会到瑞芳来介绍福哥 呃 因为他们的那个汤是用中药熬成的 哦 也有 对对对 现在也有一些牛肉面走一些新的口味 啊 要中药熬一些 吃了以后感觉起来 更显得身体会更茁壮的感觉 更勇猛啊 好的 你你你为什么会到瑞芳吃啊 因为我的心目中就有那一家才好吃 而且那边还有我最爱吃的那个鱿鱼根 那你怎么会跑到瑞芳去吃呢 我们平常你你多久去吃瑞芳啊 一个礼拜去吃 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去瑞芳啊 每个礼拜去瑞芳啊 每个礼拜去逛那个文具店啊 就看到有没有新的东西 你是做大盘商的啊 你每每个礼拜都要去逛文具店啊 嗯 你家住哪里啊 汐子 那汐子也没有那么容易去瑞芳啊 你就每每个礼拜去瑞芳逛文具店 这是把台北市大台北地区 其他文具店都气到流鼻血了 一定要到瑞芳才能逛文具店 你这个也有你自己 属于你自己的休闲活动的原则了 我也是非常尊敬好不好 啊 就是瑞芳的牛肉面 另外黄祺辰 我们另外一位黄祺亮 黄祺亮 黄祺亮呢 他推荐北投的一个面店 但是没有讲是哪一家 他说就那家 就那家 就哪一家 我们总要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大家 黄祺亮 我们的听众朋友 推荐北投一家不知名面店 好 来 黄一辰我们要开始了 大中强三种题主要哪一个题主 强 我知道每个都强啊 哪个强啊 呃强 强的 什么强 大中强 大中小强 哪一个 小强 小强 上一次你败在哪一个题主 大强 大强 这次换小强 然后东北如果答不出来找谁帮忙 找洪汪朱阿姨 上次是找他吗 是啊 上次没有找他就败了 对 好没有关系 希望这次不要找他也能够赢 好不好 来吧 来吧 家里有些什么人 现在家里有什么人 妈妈 还有我 还有呢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没问题 点一下名妈妈 要 妈妈为什么 还没有比就已经有点放弃的感觉 黄一辰 要 全家来挑战 第一题 强哥很爱旅游 讲到旅游 请问新婚夫妻去旅游 我们都说他是 一 度蜜月 二 度小月 三 度满月 四 度日如年 请做答 度蜜月 第二题 这是跟旅行有关的问题了 请问 下列哪一部卡通的主角是一直在旅行的呢 一 海贼王 二 小鹰的故事 三 中华一番 四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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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来就是动物题了 跟五尾熊有关的题目 五尾熊的英文是 其实是源自于澳洲原住民的方言 请问 你知道它原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 不喝水 二 不尿尿 三 不睡觉 四 没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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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不确定 要不要问一下阿姨 不用 没关系 那是好 那你是说不喝水 不尿尿 不睡觉 没有尾巴 哪一个 应该说 用猜的好了 应该是不睡觉吧 确定 确定 你不要浪费人家 不求救一下吗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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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就写不睡觉对不对 对 不睡觉 也没有关系 那你何必要找那个阿姨 你想留在后面用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人生不见得有后面 常常要把把握住机会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你选一家牛肉面店 说哎 搞不好后面那家比较好吃 人家明明说这家就很好吃 就好好去尝试一下 不要一直想后面后面 没有关系 啊 那个 下一次嘛 我们以前有好多人四次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才第二次 我欢迎你第三次再来挑战 好不好 好 还不错 你看妈妈一开始就 这次应该 这次应该 这次已经第三次了 哦 这次已经第三次了 抱歉 那你还有第四次啊 对啊 我知道 搞不好你还可以突破第五次啊 你突破 要换妈妈听了 她说的 要换妈妈来了 没有 没关系了 妈妈下次你们再来 再来PK一下 好不好 好 再来 没关系嘛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十次 我们都欢迎啊 没有问题的 好玩就好了 好玩就好了 好玩好玩 好 翔哥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你们 好 最后你们要告诉我 你们的祝福歌曲是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她选的 洪毅诚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 呃 因为 因为 因为是妈妈愿意把你生下来 愿意让你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要好好的孝敬吗 哇 你看 洪毅诚年纪虽小 但是呢 非常懂事 讲话 辩才无碍 但也相当自信 自信到就是不求救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非常可爱 期待你下次再来玩 也谢谢洪妈妈 以及在收音机旁边的 大朋友小朋友 也谢谢天亮老师 谢谢 祝福大家跟各位说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